今天蒙恩典的经文是 但以理说六章二十一至二十二节 但以理对王说 愿王万岁 我的神差弦使者 封住狮子的口 叫狮子不伤我 因我在神面前无辜 我在王面前也没有行过亏损的事 接下来由五青年的 指导教师高俊我传道师 来见证话语 感谢伊玛那里唱诗番的 现师和尼西管弦乐团的演奏 感谢金多英姊妹 蒙恩典的小号演奏 以及她第三次的翻唱 感谢以万民电影周刊 辛苦的极限电视台 同时也感谢以见证 来荣耀父神的圣徒们 包括顺利入学大学的弟兄 还有山崇日指示 还有她的儿子脑瘫的 医治的所有的 圣徒们的见证 感谢大家 愿我们大家都能够更加的 铭记着恩典 努力向前进 听到这些见证 我们也能够更加的 确信 通过本祭坛 副神是彰显着 多么大的权能 通过主人牧师 又是彰显着 多么大的恩典 使我们所有的 万民祭坛的圣徒们 都能够这样 顺利横通地 过西洋生活 亲爱的圣徒们 我们的万民祭坛 就是这样的祭坛 将一些感谢与荣耀 归于一副神 我这边呢 还有一个 就是大家都非常好奇的 一个见证 就是我们 周四的 丹利祷告会晚上 因为素草的 这样的山火问题 我们一起做祷告了 这个就是 以下的见证 大家好 我是素草万民教会的牧师 4月4日 在高城军土域面 发生的山火 承着了山峰 烧到了 素草万民教会的圣徒 里在论圣徒 所工作的地方 还有素草万民之教会 所在的地方 所以紧急地 向黎首珍牧师 还有祷告院长 邀请了进行祷告 因此呢 我们周四的丹利祷告会上 我们所有的圣徒们 也一起做了祷告 在我祷告院长 和所有圣徒们 一起做祷告之后 就是强风的势力呢 减少了一半 当时山火已经烧到了 离教会 大概有150米的 这样的一个距离 因为风吹得非常地厉害 所以不知道 这山火会吹到什么地方 因此教会所在 在小区内部 也发布了逃避的 这样的一个命令 所有的人都从小区里出来 场景非常的混乱 周围都是一些 被烧掉的 这样的烟的味道 在丹利祷告会 11点20分钟的时候 我们从小区里出来 一看发现 其他的小区呢 都火势都非常的猛 但是呢 这样的火呢 就是到了我们小区 门口的时候 就是火势就转了方向 通过这一点 我们更加的确信 父神通过我们万民 圣徒们的祷告 还有祷告院长的祷告 完全保守了我们教会 所以我们就非常安心地 回到了家里 睡了一个非常安稳的觉 之后到4月5日的周五这一天 风势呢 就变小了很多 天气预报上报道说 就是还是会有强风吹来 但是在六正不知的祷告 和祷告院长的祷告下 父神应允了我们 在部队上班的 离再论圣徒 也告白说 火势只到了 离部队800米的地方 之后就没有再蔓延 使他所在的部队 也得到了保守 我们诉承万民教会的圣徒们 也没有遭受任何的损失 这样一切的感谢 为荣耀归于在山火 以及乘坐强风 来活势蔓延的 这样的一个情况当中 保守我们的父神 通过这一点 我们更加明确了 在主人牧师的空间当中 是多么的幸福祝福 感谢为我们做祷告的 李受证牧师 祷告院长 以及所有的圣徒们 素朝万民教会 朴中大牧师先生 亲爱的圣徒们 就像我上一讲所讲的一般 今天我也会以善为基础 来向大家见证话语 上一章我讲的是大卫的善 那今天我要讲的人物 他们从小时就离开了祖国犹大 在一帮国家生活了数十年 但是他们也没有失去对神的 这样的爱心和信心 反而对神的爱更深 他们虽生活在充满偶像 和一般文化的巴比伦宫殿 但因为他们深深的爱神 所以他们保守己心 因此得到祝福成为了 拥有各种智慧 这是冤博在巴比伦国大大德蒙使用的人 我讲到这里 大家应该也知道 我接下来要说谁了 其中也有因恶人的猜忌嫉妒 被扔进狮子坑里 但因为完全得到康固保守 没有任何的损失 大大荣耀赴神的人 之后他还对间接性的允许 将自己扔进狮子坑的王说 愿亡万岁 如此他反而还献上了祝福之言 这人物是谁呢 大家知道吗 是的 就是丹尼里 也是因为不想跪拜 王所见的金像当中 而被扔进烧热的火炉 却因为完全得到保守 大大荣耀赴神的人物 这是他大胆地告白 我们所侍奉的神 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 几乎不然 我们也绝不侍奉你的神 不尽百尼所利的金像 那这些人物是谁呢 是的 就是丹尼里的三个朋友 如此丹尼里和他的三个朋友 得了神所认可的良善的心 以战的良善 得了神的喜悦 因此即便是处于服辱的神分 也在外邦人前 得到了认可 也得到了王的信任与爱 因他们就连一般国家的王 让一般国家的王也认可了神 这是多么荣耀神的事呢 不仅如此 他们还位列了天国新耶路撒冷的 二十四长老当中 这是多么大的祝福呢 这正是应验了神在 神明记二十八章一节所 与他们的约言 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 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明 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 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 如果我只看现实的话 可能觉得现在的情况 很难有逆转的情况发生 但因为完全地相信 全职全能的神 所以父神就为他们打开了 祝福的通道 那么单一利于神 单一利于他的三个朋友 在神看来行了什么样的行为 才得到了如此极大的祝福 其中又蕴含着怎么样的信心 忠心和善呢 又该如何才能行出这些善呢 通过今天的话语 愿我们大家也能够因其良善 深受感动 能够更加效仿这善 如此也能够更加地度过 如此现今我们所蒙福的时间 奉主的名祝愿 大家都能够在我们所在的地方 荣耀神的名 敬向神赐予的祝福 亲爱的圣徒们 丹尼里与他的三个朋友 所处的情况 是非常的没有盼望的 黑暗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当时正处于延续了 四百多年的祖国 南游大国 受到巴比伦的侵略 而面临死亡 灭亡的情况 上京中频繁出现 不断欺压以色列和 犹大王国的周边国家的名字 其中代表性的就是 摩亚 亚门 亚兰 菲利士 而今天我要讲的 巴比伦和波斯 却比他们还要更加强大 力量雄厚 他们是改变世界史潮流的帝国 公元前六百零五年 巴比伦王 尼布贾尼撒 亲范南 犹大 福禄了 犹大王族和贵族子女中 聪慧的少年 丹尼里 以及他的三个朋友 哈南尼亚 米沙利 亚萨里亚 就是其中之一 其中之 其中几个人 他们当时只是十多岁的少年 无论是家人 还是已经失去力量的祖国 都无法帮助他们 救出他们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被抓去 是多么心痛的情况呢 但是到了巴比伦王国之后 他们发现 其中不仅是有大的少年 还有来自其他国家的少年 他们也是同单一里 三个朋友一般是被抓到 巴比伦王国 王宫的贵族的子弟 那么巴比伦 为什么要从其他的国家 抓来这样的少年呢 除了犹大以外 巴比伦国还征服了许多的国家 为了能够更加有效率地 治理这些国家 所以他们就从这些国家当中 挑出一些智慧的少年 教育他们 以便日后成为 巴比伦的管理人员 或是代替巴比伦 来管理他们的国家 换句话说 就是为他们进行理念教育 让他们学习巴比伦的语言 巴比伦的歌 穿巴比伦的服装 饮食 供奉巴比伦的神 如此让他们习惯巴比伦的文化 让他们完全转换成巴比伦的人民 因此也重新给巴 丹尼和他的三个朋友 各自改了名字 分别是 波提莎 萨 莎德拉 米莎 亚伯尼哥 像我们国家在被日本侵略的时候 也被这样强制性地改了名字 那就是在这样的情况当中 如果将这些接受教育的少年 任命为当地国家的管理人员的话 那他们可能就是当地的百姓 也不会太过排斥 巴比伦帝国认为 这样使用柔和政策 可以稳定地治理语言和文化不同的多个地方 所以才在各国少年中抓来了 最有智慧的少年们 给他们吃穿 交 给予了他们最好的待遇 一般来说 如果被其他国家俘虏 就要担心生死 即使活了下来 也要被关进监狱 或成为人质 过着没有自由的生活 但是虽然他们被选入了 巴比伦教育计划 但是事实上 他们是居住在巴比伦王宫里 一边吃着王宫里的美食 一边享受着最高的待遇 因此对于少年们来说 这是一件非常感谢且光荣的事 丹利和他的三个朋友 也被选到了 其中可以见丹利和他的三个朋友 也是非常聪慧的 丹利书一章三节之五节记载说 王吩咐太监长亚师皮拿 从以色列人的忠实和贵位中 带进几个人来 就是年少没有残疾 相貌俊美通达各样学问 知识聪明俱飞 组能势力在王宫里的 要教他们加勒底的文字言语 王派定将自己所用的善 和所赢的酒 每日辞他们一分 养他们三年 满了三年 好教他们在王面前势力 能够用王用的善 可见其中蕴含的诚意 但是有一天 却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 竟然有少年们拒绝说 不愿意引用王的善 那就是丹利和他的三个朋友 其理由是因为 王的善和葡萄酒当中 可能有一些违背神的律法的 可赠之物 或是有一些供奉给偶像的食物 祭物 丹利励志不已这些玷污自己 于是对太监长说 不想吃王的善 管理少年们的太监长 觉得非常的为难 事实上这种情况的话 不应该是为难 反而可能是会起了 会有一些怒意 首先就是已经是俘虏的人 是很难去拒绝王的命令的 这是绝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而且从帝国的立场来看 他们的目的是为了给少年们 灌输巴比伦的思想 如果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信仰 而拒绝这么去做 那么事实上巴比伦就完全没有理由 再对他们施以好心 甚至有可能当场就要了他们的性命 即使太监长答应了他们 但如果少年们因为吃不好食物而变得憔悴 那么起到中间作用的太监长 也定不会安任无恙 但是神却做公使 丹尼在太监长面前得了恩典与怜悯 丹尼求太监长 让他以素食来代替王的善 于是太监长就同意了 让他试着吃食日 食日之后再比较一下 与其他用了王的善的少年们的面貌 果然当按照丹尼里的提议 过了十天之后进行比较的时候 发现丹尼里比其他用了王的善的少年们 面貌更加俊美肥胖 因此太监长就允许他们 不用再吃王的善和葡萄酒 不仅如此 神还赐予了敬畏神 遵照神旨意去行的丹尼里和 他的三个朋友 丹尼里一章十七节记载说 这四个少年人神在各样文学学问上 赐给他们聪明知识 丹尼里又明白各样的意象和梦照 以神赐予的知识 与才能充满的丹尼里和 他的三个朋友 最终从许多的英才少年中脱颖而出 成为了服侍王的人 借着丹尼里书一章二十节记载说 王拷问他们一切事 就见他们的智慧聪明 比通过的术士和用法术的胜过十倍 可见他们的智慧也得到了王的人客 亲爱的圣徒们 在这事情中 我们能够从丹尼里能够发现丹尼里和他三个朋友的善的这样的 这就是他们的第一个善 是什么呢 就是只要是神所憎恶的 他们也会憎恶 因为丹尼里爱神 敬为神 所以他完全地遵照了神的话语与律法 神喜悦的 他也会喜悦 神憎恶的 他也会憎恶 不仅是平安的时候才会这样去行 而是就连在困境当中 他的这样的行为也没有变化 亲爱的圣徒们 假如我们是丹尼里的话 我们人 被我们成为俘虏的身份 在处于这样的情况当中时 我们能够拒绝王的善吗 刚才好像有圣徒说他可以这样去做 非常地感谢 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这样的心怀 可以看到丹尼里和他的三个朋友 三个朋友并没有拖鞋 没有以情况如此 我们也没有办法为由 然后就用了王的善火葡萄酒 而是发自忠心的敬为神 所以就完全保守了己心 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丹尼里 没有丝毫诡诡诈的政治的忠心 以及没有丝毫善变的心 这就是神所喜悦的内心 在这里要注意的是 丹尼里并不仅是因为自己的 这样的忠心带着 这就是神的旨意 所以无论如何 我都要遵守神的旨意 并不是带着这样的义无性 来遵守的使命 而是因为他知道 所有的诫义 所有的诫义当中 都有神的善的旨意 所以他发自内忠心的 以喜乐和感谢 来遵守了神的诫义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单纯以一心形式的顺从 和异于善和爱兼备的顺从 表面上看起来很相似 但是在层次上却完全不同 丹尼里不仅拥有善和良善的中心 他还知道神是多么良善的神 也知道神的旨意是多么的荣美 多么的良善 所以凡是神所喜悦的 他也会喜悦 凡是神所憎恶的 他也会憎恶 我们在过想生活当中 也并不只是单纯的想着 要无条件的顺从使命 顺从贱命来这样顺从 而是要领悟贱命当中的 神的善的旨意 以喜乐来顺从 即使是初期教会的人 如果没有领悟到 诫命中所欲含的神的旨意 那么就很难像丹尼和三个朋友一样 这样习来的顺从 甚至可能还会误会神 不理解神 有不平不满的心 可能就会想 为什么神在旧约当中 记载要除掉一帮人呢 这是不是太残忍了 为什么神要放置善恶国 为什么要放置地狱呢 为什么要上手安息日呢 为什么一定要交十分之一呢 等这样的疑惑 这些问题也是以前 有些圣徒真正向我询问过的问题 但幸运的是 我们通过圣洁的福音 都知道其中的答案 但可心痛的是 还是有很多的圣徒 并不知道其中的答案 若我们想要发自中心的顺从 首先就要理解 其中的神的善的美意和慈爱 因此在查看丹利 和他的三个朋友的善之前 首先我想向大家说明一下神的善的旨意 丹利 以没有吃神 神所不让吃的食物来守住了自己 包括立位基中 很多处圣经中也记载着说明了 不能吃偶像的祭物和可憎之物 在旧月时代很注重是否在行为上 遵行律法 所以只要吃偶像的祭物 或者是可憎之物 那这就是在神面前犯罪了 在这时间无法仔细地向大家说明 其中的属灵含义 但我们都知道 神明确禁止不让吃偶像的祭物 以及可憎之物 都是有其中的善的美意的 当然我们本来就不应该吃偶像的祭物 而神禁止吃可憎之物 是因为这些可憎之物 它们身上有这样恶的气 所以只要吃了这些 就会对人有不好的影响 就比如说 在我们生病或有伤口的时候 去看中医 中医就会告诉你 少吃猪肉 要进猪肉 因此可见 这些可憎之物当中 都有这些不好的气韵 可见这些 所以神才会命令 我们不要吃这些可憎之物 那是为了谁呢 是为了我们 有些上徒可能会想 我这么喜欢吃猪肉 为什么神就不让吃猪肉 禁止吃这些可憎之物呢 我们不应该这样想 而是要明白 其中的神的善的旨意 我们要知道 其中真正的寓意 还是因为所爱的儿女 是蕴含着神的这样的善的美意的 不仅如此 不仅如此 神吩咐我们的贱命 包括我们该当行 当守这些的一切贱命当中 都有神善的美意 如果我们的想生活 也能够根据 是否知道其中 愿得神的美意来这样去行的话 也会发生完全不同的变化 当我们知道其中的 善的美意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以喜乐的心 幸福的心来去顺从 而能够这样以喜乐去顺从的人 才能够被神称为良善之人 那么为了能够帮助大家 更好地理解何为在神 看来的良善 这时间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非洲的一个宣教师的一个故事 众们可能会想 这非洲的宣教师是谁呢 是正名号牧师吗 这时间我想跟大家说一下 我现在要讲的这个宣教师 不是我们教会的宣教师 有一天宣教师在自己的住宅当中 面带微笑 看着儿子在院子里玩耍 但是突然宣教师就冲着儿子喊说 孩子你快趴下来 这是孩子怎么做的呢 他没有任何的怨言 直接把手中的玩具放下来 趴在了地上 之后宣教师又对儿子吩咐说 你现在趴过来 爬到我这边 于是儿子就照此顺从 等爬到了一部分距离之后 宣教师又对儿子命令说 你先站起来跑到我这边 儿子就马上站起来 扑到了爸爸的宣教师的怀里 那么宣教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 会让儿子做出这样的行为呢 宣教师抱着儿子 让儿子回头看 儿子转过头 看到了非常毛骨悚然的一幕 就在自己玩耍的地方 在那上面的树枝上 种有一只长五米多的 非常可怕的毒蛇 在伸着舌头 只要稍微延迟一下 可能就会被咬掉 被蛇咬 情况非常危险 宣教师呢 就是在看到这样的场景之后 就马上命令儿子趴下来 因为没有时间 说明这样的一个特殊情况 又怕告诉孩子和吓到孩子 使孩子做出过激的行为 所以宣教师并没有跟孩子 说明情况 而是直接命令孩子趴在地上 让他爬过来 亲爱的圣徒们 这里宣教师 就是这位爸爸命令孩子 爬在地上爬过来 那这是出于善意呢 还是说出于恶意呢 我们大家都知道 这是出于善意 他是为了救自己的儿子 父神也是同样的情况 父神在吩咐我们 什么该行 什么不该行 什么该守 什么不该守 其中都是有神善的美意的 而且神所应许的 神的儿女们身上 所发生的一切事 一切应允的事 都是有神的美意的 无论这事是熬炼 还是祝福 都是同样 都是为了能够拯救我们 赐予我们祝福 这其中会有恶意吗 是没有一丝恶意的 神的旨意 一切都是良善的 当然我们有时可能 不会理解神 为什么会赐予这样的诫命 又为什么会因允 这样的事发生 就像刚才我所说的 禁止吃可证之物一样 如果我们知道 神为什么让我们禁止 吃可证之物的话 我们可能会更加幸福 喜乐地去顺从 但是重要的一点是 无论我们知不知道 有一点可以确定 就是神的一切诫命 都是处于神上的美意 因此只要顺从 我们就能够对他祝福 就像我刚才所讲的例子一般 儿子并不知道 他的爸爸 为什么要让他 趴在地上爬过来 但是因为他相信 他的爸爸是爱他的 不会害他 所以他凭信心顺从 结果他就捡回了自己的性命 没有被蛇咬 他的儿子 他的父亲并没有刚开始 就告诉儿子 为什么让他趴在地上的 这样的缘由 但是之后 他的儿子就明白了 是为什么 我们也是同样 我们可能刚开始 不知道神的善的美意 但是最终我们都会知道 其中神为什么会 赐予我们这样的事情 赐予我们这样的熬炼 赐予我们这样的祝福 赐予我们这样的见面 我们都知道 就像丹利和他的三个朋友一样 在刚开始经受 这样的试验的时候 他们并不知道 神为什么会因应 这样的事情发生 但最终他们也明白了 这一切都是为了神的荣耀 因此我们也没必要 在遇到熬炼的时候 有这样烦闷的心 只要信靠神 以喜乐 以感谢 努力向前奔跑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不信神 不明白神善的旨意的人呢 就会动用肉体的意念 就好像我刚才讲的例子一般 如果儿子这样 动用肉体的意念的话 就可能会对爸爸发火 说爸爸你为什么 要让我趴在地上 我现在玩得真高兴呢 现在天气这么热 你还让我趴在地上 他如果边这样抱怨 边无视爸爸的话的话 他可能就会被蛇咬 甚至可能会失去性命 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有些人呢 明明说信神 也明明知道神的旨意 但呢 却还是会以意孤行 在自己的肉体的意念当中 行自己认为对的事 这时间我们也要查看一下 我们是不是也有过 这样动用肉体的意念 违背了神的旨意 这样的情况 神分明地告诉我们 要当行当戒 但是呢 我们可能就会在自己的想法 一年当中就判断 就自己判断 就觉得我这样做 可能是不是有点太无情了 是不是有点太伤别人了 我一定要这样去做吗 就是可能会有这样的肉体的意念 有些人在知道 这是神的旨意的时候呢 会百分之百的顺从 但有些人却并不会放在心上 但是我们不能忘记 神的道就是这圣经六十六卷话语 就是万人之耶和华的话语 是法律 是命令 所以我们绝不能忘记 不能下面举几个 以自己的善来作为衡量的尺子 来判断神的话语 从而做出错误的行为的例子 有些人可能会在教会内部 或者是自己的机关担当会计 这样的一个使命 神警戒了 无论是在任何的情况当中 都不能够去动用神国的财政 就神的财政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即使你只是先动用了神的财政之后再补充 但是呢 只要你打开了神的这样的会费的钱包 那就说明你心中有这种偷窃的心 而且刚开始你这样去做的时候 可能会觉得非常的良心受到谴责 但是当你次数多的时候 你的良心就不会有这样的谴责了 反而觉得这是一件非常理所当然的事 就会变得很淋漓 就会变得很迟钝 甚至就会忘记神的诫命 当然有严重的时候 可能还会觉得 我就想把这钱占为己有 让它成为我自己的 神正是因为知道人性 人类的这样的一种想法 所以才严谨人们 不要动教会的财政 有些人就可能会想 我又不是偷盗 我只是因为情急 所以暂时地用一项 这也算是偷盗的行为吗 如果动用这样肉体的一年的话 最终就会违背神的命令 还有一点就是 在教会里男女区分 也是同样的情况 当然不是说 为了能够男女区分 就妨碍神果的事 所以在这一点上 要以智慧的方法 来正确地进行男女的区分 当然最基本的领域 我们还是要遵守的 主人牧师也曾说过 男女不能够在密别的空间当中 单独相处 即使是握手 也是尽量避免 除非是特殊的情况 因为神在 人在未成就灵性的时候 总是会在自己肉体的属性当中 会这样 会发动自己肉体的 情与肉体的 这样的属性 所以神也会将明文的禁止 我们不要去行 但是有些人可能就会想 当今时代谁还会这样 我们现在都 我不想活得这样的 去让我自己约束自己 我想活得自由一些 但如果这样想的话 我们是绝不可以的 我们要完全地尊重神的诫命 崇拜偶像的情况也是同样的 神非常的憎恶 崇拜偶像的事 十字 十诫命的第一 第二也是严禁了 崇拜偶像这件事情 在圣经各处也告诉了 我们不得崇拜偶像 那么神是因为有这样的贪心 想要自己得享荣耀 所以才让我们 才禁止我们崇拜偶像 并不是这样的 如果崇拜偶像能够对我们有益 那我相信神一定会支持 我们崇拜偶像 但是因为对我们毫无益处 甚至可能会害到我们 所以才会禁止我们崇拜偶像 崇拜偶像是一件非常虚无缥缈的事 这也是敌对神的仇敌魔鬼撒旦 开心的喜闻乐见的事 这是走向死亡的路 所以神才会明文禁止我们 让我们不要崇拜偶像 神怎么会看着 他所爱的儿女 走向死亡之路呢 可以得我们赞美和敬拜的 唯有三位一体的神 所以我们要知道 不让我们崇拜偶像的 神的贱命当中 也有神的善的美意 但是如今有一部分的人 可能就会在自己的 肉体的意念的善当中 然后违背神的旨意 就比如说会以世界平和睦 或者是宗教间的和睦 来为由来迷惑圣徒们妥协 主人牧师在正道的时候 曾举过一个例子 说天主教的高层人士 参加了在寺庙举行的音乐会 在那里与拥有其他宗教的人士 互相问候交往 甚至还说希望在这里 能够充满神的祝福和佛祖的恩德 大家都知道佛祖是谁吧 是斯加摩尼 他是一个人 但是呢 他却在这里将神的祝福和他的恩德 来变成为同样的一样的意思 这样的行为在圣经中是怎样 说评价的呢 出埃及记二十章记载说 除了我以外 你不可能有别的神 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 也不可做什么形象 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 不可贵把那些像 也不可侍奉他 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 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 自负己子 直到三四代 爱我守我诫命的 我必向他们发慈爱 直到前代 并没有说 你这样追求和睦 是非常好的 而是说了崇拜偶像 就是违背神 记恨神的行为 这里我们都知道 神是猜忌的神 这里并不是说神就是 神是记邪的神 并不是说神就是有这样猜忌基督的神 并不是这样的 而是就好像 大家可以想一想 就是我的孩子 叫邻居家的父母 叫爸爸或是妈妈 是不是也会不舒服呢 就是这样的 一样的 与这样的情况是相同的 然而呢 丹因里和他的三个朋友呢 就是即使自己生 姓名收到了威胁呢 也没有妥协 但是最近呢 就是明明就是知道神的诫命 但是呢 却还是在自己的肉体的一年当中 妥协于世上 来同参这不对的潮流 那如果我们这样动用肉体的一年的话 我们很可能就会走向死亡之路 主人牧师在说明这一内容的时候 也说也曾言非常的心痛 我怕我整理之后 向大家传达的话 可能会有一些错误 所以我就把原文搬过来了 这里的我是指主人牧师 真的就好像是要吐血 一般非常的心痛 到底该怎么做呢 即使现在是末世 但人们怎么能够这样去做呢 这福音到底要走向哪里呢 这福音只有我和大家来才能够守住 主在灵的日子没有多少了 现在也是罪恶满贯的时期 但即使变如此 也不能够发生这样的恶事 这些都要由我们来守护 我们韩国也是同样 也是这样的潮流 将要毁灭传达神的道 来行使圣经的全能的人 仇敌魔鬼撒旦都想要毁灭 他们看到传讲这圣经的话语 圣洁的福音 还有彰显神全能该是多么的憎恶呢 所以我们的圣徒们要迅速地进入灵 以神的道来武装自己 让我们同心和意地 在真理当中成就这样的福音化 要拯救那些不知福音 不知这生命话语走向死亡的灵魂 我们大家是不是都是阿门呢 我与大家都通过成节的福音 非常地清楚神的诫命当中 拥有的善的旨意 往后到了神所定的时间 也会到我们能够尽情地宣讲 我们所听到这圣经福音的时候 到了那时按照主人牧师的教导 按照主人牧师的话语 成为以道武装的我们 也能够更加地尊重着真理的福音 拯救更多无数的灵魂 因此我们现在就要做好准备 要成为以灵武装自己 充满圣灵的喜乐与感谢 发出真理之光的属灵将帅 知道这一含义的我们 不能够只停留在 知道神这善的旨意的这一层面上 而是也要有行为行出来 当然虽然行为重要 但更重要的还是 你是以怎样的心来去行的 就像我刚才说的一样 就是会动用肉体的一年违背神 当然这样的情况是不可能 是坚决不能发生的 但是呢也有一部分圣徒呢 就是并不知道神的善美的旨意 但是因为有惧怕神的心 所以就带着抑郁感去顺从 或者也有很多的圣徒们呢 因为知道神善的旨意 所以以喜乐和感谢的心来顺从 愿我们大家都能够成为这样的圣徒 以感谢和喜乐的心来顺从 我们现在所正在经历的这时间 这时间也是同样 圣徒们因为爱着教会 所以也非常恳切地做祷告 守着自己的位子 所以现在大家都非常的平安 合而为一了 但是呢 这其中有些圣徒呢 可能也会有一些 一些摇动的想法 就比如说 就比如说虽然知道神的旨意 但是呢 内心没有百分之百的确信 所以就会带着义务感去行 因为不知道在这祝福的奥练经过之后 神的爱与旨意 所以呢 就是内心会感到很疲惫 就是不是自主地来教 不是自发地来教会 但是即便是这样的人 但只要在本基谈过信仰生活 就一定会目睹 彰显在装造全能的这荣耀之日 不仅如此 我们到了那时 也会成就大陆的圣会 还有还会得到世界的瞩目 击毁地基督的实力 到了这时 我们自动也能够恢复充满 比起到了那时 我们在刻刻绊绊地说 我呢 现在就是能够领悟到神的旨意了 我也知道了 主人牧师的话语都是真实的 所以我也想成为教会的力量 我能做些什么呢 就是不要这样刻刻绊绊地 到了这时候才说 而是现在呢 就要做好准备 武装好自己 那这样是不是就会更加得盟神的喜悦呢 相信我们的 这最终的结局就是胜利 虽然现在已经是四月了 也是春意盎然 但是对于万民来说 见到主人牧师的那日 才是我们万民真正迎来春天的那日 是不是呢 到了那日 我们就会明白 为何比任何一个人都心痛的父神 会因与现在的事情发生 也会领悟到神的善的旨意 以感谢和眼泪来荣耀父神 亲爱的圣徒们 丹伊尼和他的三个朋友 从他们身上所能够找到的第二个善 就是为了守住自己的信仰 即使面对生命的威胁 也没有 也绝对没有妥协 丹伊尼和他的三个朋友 在少年时期 为了能够在偶像的 免得被偶像的寄予和可动的食物 侮辱 而遵守了己心 并且这样的行为 即使岁月流逝 即使自己的地位提高 也没有任何的变化 就要像我刚才说的 巴比伦帝国一样 巴比伦帝国是完全不信神的一个国家 而且他们是生活在王宫当中 可见是他们也看到了多么奢侈 迷烂的生活 但即便是在这样的环境当中 丹伊尼和他的三个朋友 也以不变的忠心追求神的善 完全遵醒了神的话语 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二节记载说 凡立志在耶稣基督里 敬前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 就如这一话一般 丹伊尼和他的三个朋友 也在各自的信仰当中遇到了讨战 但是就如圣徒们都知道的一般 他们都大大得胜 以此荣耀了福神 世上也有一些人为了守住自己看起来的义 而丢弃自己性命的人 但是其中如果没有善的话 那就无法结出美丽的果子 但是通过丹伊尼和他的三个朋友 这样的行为 绝不妥协的这样的行为 在神面前守住自己的信仪的过程当中 我们就可以知道他们口中的告白 是多么的良善 首先在善的角度来说明一下 丹伊尼和他的三个朋友 又通过试验的过程 之后再查看一下即使时间流逝 也不忘记神的恩典和不变的忠心 有一天 尼布甲尼莎王照了一个巨大的金像 然后照其所有官员和钦差参加金像的开光之礼 传令的大声呼叫 说你们一听见乐器的声音 就当复服敬拜 尼布甲尼莎王所立的金像 翻部复服敬拜的 别历时扔在烈火的窑中 烈火的窑开始燃烧 在这种情况下 谁不敢敬拜呢 兄弟的乐器声响起 百姓们纷纷敬拜金像 然而丹伊里的三个朋友 在这危急关头也不屈服 大家设想一下 在宽广的平地上聚集的所有人都跪下给金像磕头 唯有三个朋友直直地站着 全国官员都聚集的地方 换作如今就是发生了上电视的重大事件 在这种情况下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臣子们向王敬禅言说 不是百姓 而是巴比伦的三个高官 既不高举也不侍奉王 王听了大怒 相连将他们带过来 三个朋友被带到王面前 与其敬拜偶像背叛神 不如选择死 王虽然大怒 但还是问他们 萨德拉 弥撒 亚伯尼哥 你们不侍奉我的神 也不敬拜我所立的金像 是故意的吗 再次给他们一次机会 现在敬拜还来得及 若不敬拜 必历时扔在烈火的窑中 严肃地来警告他们 有何神能救你们脱离我的手呢 软硬兼施 想要折断三个人的意志 对此三个人是如何回答的呢 但与离书三章十六节 你不讲尼撒呀 这件事我们必不回答你 表明了 绝不跪拜金像的意志 然后在但与离书三章十七节 这样记录 即便如此 我们所侍奉的神 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 王阿 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 壮胆做信心的告白 紧接着又做善的告白 即或不然 王阿 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 也不尽拜你所立的金像 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 这么快就上升了信心 认为神不能救他们吗 不是的 三个朋友确信 神能从烈火的窑中救出他们 万一神不救他们 这样死是神的旨意 那他们甘愿死 这也是喜乐和感恩的事 告白他们对神的爱和信赖 没有改变 怎么能做出这样的告白呢 就是因为他们 有将所有一切交通给灵魂的主人 神的完全的信心 全知全能的神是自己的父 相信引导自己走最好的路 因此不论遇到什么困难 都无所畏惧 享受平安 因为对他们而言 生死不是问题 在神的旨意当中 最事实就是 就已经让他们满足 三个人知道神是善 所以知道神的所有旨意也都是善 能在良善的旨意当中 就已经让他们非常幸福 照神的旨意生活 即使遇到困难 吃亏 受到迫害 甚至去死 也无所谓 就是因为爱神 信神的信心是真的 信赖是真的 神知道对每一个人而言 什么是最好的 我愿把最好的赐给每个人 人可能想 我最需要的 最喜欢的是这个 并渴望得着那个 但神知道 比那更好的是什么 因为神比我们自己 更了解我们 神是无极限的 所以有时会把我们 影像 与我们的意志 与我们的意念 竟然相反的方向 从而使我们得到它 如果确信这一事实 无论神赐我们什么 即或 什么也不赐给我们 哪怕事情朝着 与自己的意念 完全相反的方向进行 对神的信心 始终不会改变 若有这样的子女神 也会说 真 善良 但一里的三个朋友 就具有这样良善的心 在神面前尽了权力 反而遇到了试探 因此险些 丧失性命 可始终不埋怨神 也不以为苦 看到他们这样 神该有多么喜悦呢 然而我们 离这样的善还差得很远 神 我做了这么多 您也该为我做些什么 做一些吧 像这样 国交易式的信仰生活 其实这种情况呢 说明不能完全信靠神 神是只接受 我们的忠诚和爱 不适于我们的什么 不是的 神是暗中有果 暗行报用的神 只是在神的良善指引当中 赐福的方式 可能与我所认为的方法不同而已 然而 因为不相信 所以灰心 没有按照自己的意念成就 所以就心急 我也想努力 我也 想要努力蒙福 荣耀神 可是为什么不顺利呢 有这样的 上市了 就这样上市了感恩的心 我竭尽全力 我想生活 为什么没有得到祝福 我所行的都到哪里去呢 像这样呢 感到委屈的话也是一样的 这样灰心 最后放弃 蒙语是不可能的 有时甚至由于自己犯了罪 按照公义 祝福受阻 连到不顺 可因为不能领悟 反而埋怨神 不平不满 这种情况就叫做 不懂事的信仰 亲爱的各位圣徒 因为信神 单单满足于 照神的旨意栽种行道 满足于神喜悦 神悦纳了我所栽种的 那一定会感到非常幸福 神的意念 高过人的意念 尽管没有 历史按照自己的意念成就 也没有必要灰心或失望 因为凡是发自内心信考神的人 神一定会保养最好的 在一里的三个朋友 就显明了这样的善 蒙神悦纳 结果蒙了应允 神原本可以阻止 三个人被扔到烈火的窑里 但神没有这么做 尽管如此 三人始终相信 神良善的旨意 神之所以这么做的原因 我们通过后来发生的事 即可知道 因三人信心地告白 陆其冲冲地往下令 将烧热七倍 然后将三个人扔到窑中 三个人非但不感觉热 还在火中行走 发生了衣服没有变色 头发没有烧焦的惊人的事 一部假尼沙王 瞬间打开灵眼 看见像神子的人 与三人同在 他会怎么想呢 从我手里救你们的是谁 原来神的 神真的活着 就这样 即被发凉 神保守三个人 王看见有神与他们同在 所以历史叫他们从火里出来 然后在巴比伦省降止 但一里书三章二十八到三十节 尼布贾尼沙 说撒得拉米沙 亚伯尼哥的神是应当称颂的 他拆遣使者 救护 以靠他的仆人 他们不遵亡命 说去 己身 在他们神以外 不肯 侍奉 敬拜别神 现在我将指 无论何方 何国何族的人 放得撒得拉米沙 亚伯尼哥之神的 必被临持 他的房屋 必被奋队 因为 没有别神 能这样 执行拯救 神知道三人 因善心 并会显明始终如一的 信心之举 把这作为 任何人都 不能反驳的确据 更加赤福三个人 神的荣耀 也更大的显明 神 终究是善的 现在感受一下 但一里 归荣耀与神的过程中 显明的感动人 心的善的心香 在波士王大流氏 五至十七 但一里 被列为 治理三国的总长 居三位总长之首 但一里有美好的灵性 满有从神来的智慧聪明 事实上 如果王朝改变 以前的王朝 以前王朝的人 通常会遭到肃清 但是但一里 靠神的恩典 得到了保守 不仅如此成为 权品地位 仅次于 国王 并 受王的宠爱的人 但一里遭到极度 这些坚定的诬陷 就是在但一里手下的 总长和总督 跟随他们的那一群人 在他们的立场上 但一里是他们的眼中钉 但一里是以灭亡的 犹大国出身 而且是巴比伦帝国 工作过的官员 而且是一位上了年纪的老人 他们不愿但一里登上 比自己更高的位置 于是设计要除掉但一里 他们极力寻找 但一里误国的把柄 在公职几十年 会不会受贿赂 有没有失误的文件 书话说 人无完人 于是开始调查但一里 比如和呢 但一里书六章四节 那是总长和总督 寻找但一里误国的把柄 我要掺他 不是只是找不着 他的错误过失 因他忠心办事 毫无错误过失 非常惊讶 居然毫无过失 真是有完人 完全没有做过恶政 受贿欺骗国王 或做恶事的行为 只是走正道 越是调查但一里的真实和善 就更加贤明 所以恶人们 改变了他们的战略 就是在神的律法中 找不到法柄 就无法控告他 那些人知道 但一里在任何情况下 也不会违背律法 便谋意 要从神的律法中 寻找陷害但一里的把柄 他们利用但一里 每日三次 向着耶路撒冷的方向 向神祈祷的习惯 引诱王下了一条禁令 就是三十日内 不知何人 若在王以外 或向神 或向人求什么 就必扔在这只坑中 并且加盖了玉玺 使禁令 绝对不能更改 为什么要盖上玉玺呢 就是为了害但一里 如果他们的阴谋被揭穿 王就会要废掉那禁令 可如果盖上玉玺 王也不能更改 连那个呢 他们都算得很彻底 如此恶人们 不是看到善而感动 而是呢 想利用他 抓着把柄陷入陷阱 我们呢 也看到经历到 许多那样的情况 宣布禁令的时候 但一里早已看透所有情况 但一里有美好的灵性 满有从神来的智慧聪明 早已看透这些 极度他的坚定之险 和用心 并预见他们会如何施展轨迹 如果是我和大家陷入恶人的陷阱时 会怎么做呢 是在百官面前指责他们 难道以为我不知道你们的计谋吗 还是静静地到王面前说 王啊 那禁令是他们为了陷害我的诡计 求王保护我 按照恶人的恶来抱怨他们 单一里是得到了王的信任和宠爱的人 如果把这些情况如实报告给王 也许这些恶人们的诡计会粉碎 但一里是如何做的呢 但一里书六章十节 但一里知道这禁令盖了玉玺 就到自己家里 因为他知道 就到自己家里 他楼上的窗户 开向耶路撒冷一二三次 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 感谢与收藏一样 行动没有变化 不与恶人相敌 不计较 也没有到王面前 而且依然屈膝向神祷告 也没有关闭窗户 只有喜乐感谢 如果不等得善的深度 这是很难理解的行为 为什么知道他们的诡计却不敌对呢 得到王的信任 只要利用一下那权力就可以 为什么不做呢 至少作为仅次于王的总长 为了保护自己应该可以做些什么来 什么措施 为什么连这个都不做呢 又不是愚蠢的人 为什么要遭受这样的事呢 永世上的尺度是不能理解的事情 但是但一里为什么没有敌对恶人呢 但一里有一颗不愿对任何人 行亏损之事的至善的心 说到这里我们会浮现谁呢 会想起谁呢 圣经里面有信心的古人先知 也会浮现我们的主 还会想到我们的主人牧师 如果把恶人们的诡计告知给王 不只是 幼若寡断地来避开 那么神不会做功 但是看我们外面的做功 我们也都能够知道 只有喜乐感谢 以善来去默默地忍耐等待的时候 结果神会以更大的做功来回报给我们 但一里也体验到这样的反转的做功 如果把恶人们的诡计告知给王 那么他们必定会受害 一般人会认为 是他们先行恶的理当接受的代价 可是但一里却不想利用王对他的信任 而陷害那些行恶之人 虽然无辜受人陷害 自己因此遭受巨大的伤害 有可能失去生命 但是也不愿对陷害他的恶人行亏损的事 但一里是即使自己受害 也不希望对方受害的心 我记得主任牧师在讲这部分的时候 说这是多么良善的心 我们圣徒们的心又是如何呢 明知会给别人带来亏损 却仍任性说话行动 要知道这样的人与善相聚甚远 所以这心成就是良善的承诺 在人际交往中 对于可能寻挤别人或伤及别人的话 心中自然有明晰的辨别 如这话现在不说 现在说有些不妥 或有话务必要说的时候 也许尽量用善美的言辞 和委婉的语气来表达 而有的人在表面上对人和气 但总在背后说人的坏话 比如给自己的关系 密切地上市讲别人的问题 说是出于关爱反应情况 貌似不许别人 施责变相地说人的坏话 接人短处 也许会说是为了神的国 是这样说的 神的话也不只是在平安的时候 在困难的时候 也要不便地来应用 虽然是很惭愧 有的时候看我们的内心 就会觉得看到对方的一点点的过程 也理解不了想指责 在这种心理状态下 看到更大的恶食就不能容忍 无论如何想赢 想破碎对方的想法 有些情况可能会想 希望对方遇到重重困难 也能引起过来 更何况在因恶人的陷害 威胁到自己生命的情况 能行出善吗 当然会想敌对 但是但一里成就了至极的善 哪怕是自己受害 也不愿对方受损 我们追究也要拥有 不给任何人带来伤害 反而只求对方益处的善行 但一里不仅不愿行恶 也完全相信主管生死或福的 只有神一位 他相信即使恶人再怎么受诡计 只要神不允许 就不会领导或 反而会成为福 所以不是用人的方法以对抗 而是完全交托与神 在神的良善的旨意中 以最好的方法来做功 甚至在祷告的时候 也没有关上窗户 像树场一样打开窗户祷告 这是了不起的信心与善 按照恶人的计谋 带领在神面前不便地祷告 这场景很容易被他们发现 若人们立刻向王告发弹领礼 王只才知道 那禁令是为了陷害弹领而自定的 但是已经盖上了玉玺 不能更改了 若守禁令 就会失去一个聪明的臣子 如同断了一只胳膊一样 违反禁令救了弹领礼 王的微信似乎就要落地 此时的王左右为难 丹领礼书六章十四节记载 王听见这话 就甚烦仇烦 以异心 要救弹领礼 仇划解救他 直到日落的时候 王由于不定 那些人就纷纷聚集 来见王 说王的禁令和律令 都不可更改 劝王赶快照领执行 二人就是这样 要害善人 结果王也别无选择 只好下令把弹领礼带来 扔在十字坑中 临别时 王对弹领礼说 你所尝奋的神 他必救你 王说这话 虽不是出于对神的真实信仰 但我们可以得知 弹领礼平常 给王做神的见证 弹领礼行事为人 所以忠信为本 他所做的见证 王都放在心里 不管怎样 弹领礼最终还是被扔进 试着坑里 坑口被巨石堵住 还有人搬开石头 救弹领礼 用王的玉玺和大臣的 印封闭那坑 个人们准备的是这么彻底 他们以为弹领礼 肯定是死在十字坑里 但是王此时的心情 无比悲痛 一个宠信的臣指都保护不了 结果因自己所盖的玉玺 弹领礼被扔进十字坑 该有多么难过呢 弹领礼被扔进十字坑的那天晚上 王中叶禁食 只惜取乐 不能入眠 至日黎明王就起来 急忙跑到坑边 爱生呼叫弹领礼 求神 说永生神 神的仆人 弹领礼 你所尝试方的神 能救你 或离狮子吗 王没有想到弹领礼还活着 如果知道弹领礼还活着 就不会爱上呼叫了 因为他非常爱弹领礼 却不得不把他送走 悲伤之余 他在呼喊弹领礼的名字 按理来讲 这个时候弹领礼应该是早已上命 被一群饥饿的狮子撕裂吞噬 然而多么稀奇 狮子坑中居然传出了弹领礼的声音 愿亡万岁 万岁的万是一万的万 岁是年岁的岁 是祈祷君王万寿无疆的祝福的问候 是没能分辨恶人的诡计 间接将自己推向死亡的君王 但一里对王说的第一句话 就是祝福的问候 然后说明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接着道 我的神差遣使者 封住狮子的口叫狮子不伤我 因我在神面前无辜 我在王面前也没有行过亏损的事 无辜是重要的 再怎么说 我相信神的良善的旨意 如果有罪的话 就不能体验到神的做工 因为会受仇帝魔鬼撒旦的控告和妨碍 但是但一里在神面前和国王面前都没有做错 所以神从饥饿的狮子的口中保护了他 他也能够大胆地向王面前这样告白 但一里反而不断安慰王的心 并做了令王心悦诚服的善的告白 但一里若有一丝一毫的抱屈的形态 就不能发出这般善美的言语 而呢会宣泄冤屈之情说 王安我不曾恢复你 也未曾对人行过亏损的事 今日为何听信坚定谗言 使我深陷这般绝境 但不能凭任无辜的人受害 看那神差遣使者封住狮子的口 保守我毫发无损 安然伤还 这岂不是我清白无辜的名证吗 愿王为我洗血冤屈 假如但一里这样说 王听了一定是惭愧的不知所措 然而但一里没有一句怨言 也没有一丝的委屈 反而单单顾念王 在他被幽谨失职坑后 所承受的忧伤和悲痛 并迫不及待地 要把自己死里逃生的喜讯 告知他的王 好使王心中的悲哀 能够尽找得以止息 所以他对等到黎明 急忙赶来的王说的第一句话 就是愿望万岁 以宽慰王的心 并述说神在他身上所行的奇妙作为 假如我与大家处在这样的 同样的这种境地 能够像但一里那样说出善美恩言呢 虽然不像但一里那样处在绝境 但是通过在我们周边发生的事情 可以察言一下我们的心 比如说所提的意见 没被采纳 而事情发展又不顺利 此时会说出怎样的话来呢 事情的结果 看起来不太好 但是我们要察言一下 那时候我们口中说出的话 我们一起来寻找最好的方法 克服现在的难关 只要我们坚持仰赖神 神一定是万事都互相效率 成全我们所求的 我们应该说出如此激励对方的话 说出不便的信靠 神的信心之言 若是说出我早料到事情会这样 当初听了我的建议 就不能落到这种地步吧 若是以这种责怪的口吻 叫人难堪或困窘的话 对方因不务视的责任 心情本来就很沉重 这便又给他加征了 动众的心理负担 如果这样的直白要去说的话 无疑是一种伤害 不过我们应当节制自己的言语 即使是以为正确合理的话 也应当审视而吼言 在善人心里 这种辨别能力已然成形 自然而然生活中会体现出来 他们设身处地地理解别人 节制言行恰入其分 当然了也有可能 对方根本不能领悟到自己的错 依然认为自己做得对 但是若因此而放弃 或者是不协助的话 神的事就不能进行下去 也不能成就神的国合一 对方也不能领悟 不但在教会里 在家庭里 也当以这种善美的现场 彼此服饰 这样就可以远离一切不和睦的事情 是仇敌魔鬼杀的毫无可乘之机 梦修退后 再回到本文 大流氏王圣喜乐 吩咐人将弹衣里从坑里寄上来 然后王下令 把那些控告弹衣里的人都扔在石子坑中 他们还没有到坑底 石子就抓住他们 咬碎他们的骨头 结果证明了谁善 谁是恶的 王传旨要敬畏 弹衣里所侍奉的活神 弹衣里就更加得到王的认可 得想亨通 因为弹衣里的善 他吃亏了吗 不是的 善最终胜过恶 亲爱的圣徒们 丹尼里和三个朋友受试炼的时候 以他们向着神的善与爱大获全胜 他们没有背弃从神的恩典 背弃从神所蒙的恩典 与狗子的心战胜了面临的试炼 他们知道自己在异国他乡 也能登上如此高的位置 完全是神的恩典 他们又忘记在少年时期 为了不玷污自己 向太监长求得素食时得到的恩典 这给智慧聪明 使他得到王的宠爱 给王解孟成为管理巴比伦全省的总长 在火摇和制止坑里完全得到保守 将荣耀归于神的 也都是神的恩典 这是靠神的恩典得到的名誉和权势 现在却为了不失去他而违背神的旨意 这是在他们的良善的心中 是不能容忍的事情 如此心地良善的人 绝对不会为了自己的生存而 做出背弃自己所得到的恩典的行为 更何况 这是万金之耶和华 属于神的创造主的命令 若天忙于 与世界妥协而不遵守的话 那么就只能说是善呢 看楚德牧师的《我的人生我的信仰》 也有 我们教会在开拓初期 开始就有很多人得到医治 得到恩典 在只能走向死亡的这种重病当中 也得以解脱 而且各种各样的问题都得到解决 他说一定会荣耀神 或者是把自己的什么什么 一切献在神面前 有很多人是蒙恩典之后 做出这样的告白 那之后呢 就看在教会里找不到这个人 看不见 这个人 那么后来去探访 就能够知道这个人说 我也要赚钱 礼拜天也要出去赚钱 也有这样善变的人 我们不能忘记 自己所蒙得的恩典 还有自己心里所决定的呢 一定要去遵守 如果电视周刊 我们也都看到了 有上个见证 所以这见证都是非常蒙恩典的 我在听见证的时候 感到非常蒙恩典 所以说现在教会的现在这种情况呢 只会得到家分 绝对不会是负的 就是一位年轻人做出这样的告白 还有说 我要从事人要帮助牧者 就算是 有些人呢是 离开了这条路 那么 我要更加成为教会的力量 我要成为牧者的力量 也有这样下定决心 而努力 更加努力 我想生活的弟兄 他们的见证都是非常蒙恩典的 在这种情况下 并不是自己左右摇动 而且呢 说告白 说主任牧师 是感到主任牧师是更宝贵的一位 而且还有最后的那一位弟兄的见证 主任牧师的 对我来说 主任牧师是我的生命 是引导我进入协助上的人 说主任牧师 他说他非常喜欢主任牧师 我们许多圣徒们都会 有这样的告白 那么 那他们 能够这样幸福充满得过信仰生 或这样奔跑 什么呢 就是他们没有忘记 所蒙德的恩典 没有善变 丹利和三个朋友 并不是只在 被赵薇俘虏的这种困境中 谈见寻求神 不是只在困境中 寻求神 在蒙神的恩宠得到 锦翅与王的高位时 也始终如一 我在神的旨意当中 他们的心是多么真实 通过各自生命的考验 得到了明证 让神看到 当一里的三个朋友 在比平时热七倍的火牙面前 依然坚守神的旨意时 该有多么感动呢 那里明知 禁令上盖着玉玺 也跟平常一样 向着耶路撒冷 打开窗户祷告时 父神该有多么 愿啊 那祷告的心香呢 会在地上工作人类 而致豪大大喜悦 我们要查看一下自己 是否忘记所蒙的恩典 有没有妥协 那么看主任牧师 引导海外盛会的时候 就有这样的这种情况 那么 在 要引导海外盛会的那时候 其实看 面临的情况 其实不是引导海外盛会的那种情况 财政也 没有准备好 宣教费 也没有 没有的这种情况下 完全的 依靠神 我们也看到主任牧师这样 迫切的 祈求神 而且呢 圣会场所呢 那是海外 也没有我们 就是所认识的人 没有为我们准备这一切 还有些地方呢 不是基督教 不让就是接受福音 不让传福音 但是主任牧师呢 从开拓教会到至今 只要是神吩咐的地方 无论是哪里呢 去成就了很多的大型社会 神那去的地方 主要是 不接受福音的国家 以及禁止传福音的国家 有信仰自由的国家 谁都可以去做工 但不接待主的这个国家呢 是很难做工的 所以呢 神命令主任牧师 带着全能进入那个国家 在宗教不同的地方 要宣告耶稣基督的名 当然呢 会遭到拒绝 也会受到很多的威胁 还有人建议 因为情况不好 不要传耶稣基督 只要宣告和平 但是呢 主任牧师 并没有因此而妥协 只顺从了神的旨意 每当那时 神都以极大的祝福 和荣耀来回报 在印度教国家 印度引导联合大圣会时 州政府就在集会的 第一天 10月10号开始 那就是禁止改信宗教的法律 开始生效 禁止基督教集会 如果进行集会呢 不仅本人 连支持者呢 也都一同会被带走 因为他们知道 主任牧师是权党的仆人 所以呢 为了阻止 在那个国家 来宣告耶稣基督 圣会场所呢 已经聚集了很多警察 如果宣告耶稣基督 就会被逮捕的情况 但是主任牧师呢 不在乎那样的威胁 引导了四天的圣会 神以神的方法 粉碎了仇天宝会撒纳的计谋 在主任牧师 踏上印度土地的那一天 在我们的影像可以看到 那一天呢 就下起了清盆大雨 使十个月的 严重干旱问题的 一次性得到解决 还彰显了惊人的全能 总计有三百万人次聚集 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 逮捕主任牧师 那么参加圣会的与会者 不会就此罢休 结果政府也不能采取任何措施 禁止改信宗教的法律呢 也失去了力量 那之后又是如何呢 为主旨圣会而制定 禁止改信宗教法规的首相 和他的说出党派 在选举中完全失败 禁止改信宗教法规 也被废除 允许举行基督教聚会了 据说现在印度的基督徒 也日益加征 那结论 亲爱的各位圣徒 今天讲了代理和他的三个朋友的善 大致分为两点 第一呢 凡所神 凡神所 证悟的 他们也断然弃绝 他们并没有先想想 等等看 而是因父神证悟的 所以呢 他们也证悟 并能断然离弃 神 神禁止什么 相信其中定有神良善的旨意 并尊其而行的人 神认为是善的 第二 为了坚守信仰 即使面临生命威胁 也不妥协 神认为这是善的 因神的恩典得到永生 但为了自己活着 为了自己不受伤害 而违背神的质疑 这绝不是善 然而 向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 就发出善来 正如这话语 平常在成就神的国度时 喜欢在小事上牺牲自己的人 才会在大事上 情愿地牺牲自己 丹利和他的三个朋友 之所以能展现出 向神献上生命的这完全的善 是因为他们拥有 对神的纯粹的信心 而且长时间积累善行 如果我们也像 但丹利和他的三个朋友 拥有善心 不仅恶人无法碰我们 就连灾难患难 甚至死亡 都会躲避我们 不管面临什么样的试炼 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这是为了彰显神更大的荣耀 为契给我们更大的祝福 而允许的转战的熬量过程 才前天使到四者康中 保守大印里的神 在熊熊烈火的窑中 保守大印里的三个朋友的神 如今也同样活着在做工 以赛亚书43章1-2节 神应其说 你不要害怕 因为我救赎了你 我成 贴你的名照你 你是属于我的 你从水中经过 我必与你同在 你烫过江河 水必不漫过你 你从火中行过 必不被烧 火焰也不照在你身上 如此的神的话语 会临到心中没有恶的良善之人 也会临到善待对自己行恶的 拥有更全备的善 而且如果我们以善行得 父神喜悦 那么父神也会迫不及待地 来实现我们的愿望 我和大家因可慕善 每天变得更加良善 愿我们的生活中常常 哥们父神的保守和 祝福和保守 为了达到这至高的善 要像代理和他的三个朋友一样 每天都要积累行善 以后给大家念一段 主任牧师的正道话语 当事情没有按照人的计划成就时 是以怎样的心通过 最终神使他收获什么样的果子 这是现今的我们所需要的话语 希望这成为我们的恩典和生命 我也体验过很多类似的事 神分明说过要成就一件事 但是从人的角度看 现实发生的事却是令人尴尬的 会发生这样的情况 就是从人的角度看 事情没有按照计划和想法去实现 然而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从来没有说过 父神您不按您的话语 为我们成就吗 即使从人的角度来看 没按计划实现 但是我相信 完全相信父神能瞬间逆转形式 这里的逆转是扭转形式 如果觉得事情没有成就 因为这隐藏了神更深的奥秘 因此凭信心向前 而且我们看了并体验了很多 通过逆转形式 反而大大的彰显了神的荣耀的事 即使没有发生瞬间逆转的事 但是我相信这是为了给我们更好的 其中定有父神的良善旨意 因此直到现在 大家不是看到了吗 父神确实逆转形式了 而且张写了父神的良善的旨意 牧者的权能变得更大了 神迹奇事也更加惊人 成就圣经的话语 而且这些最终都转变成 荣耀与神的事 大家看到了这些 并看到了本基坛大大复兴 成就世界 过了一段时间 我们就会确认 父神一定是按照他的话语成就了 因此在这荣耀的一年 如果圣童们真的想将荣耀大大的归于神 那么直到最后 都要信神并顺从神的话语 希望不管在什么情况下 都要拥有信神的善心 思考今天的话语 我们一同做祷告 通过影像接受主任牧师 为患者做的祷告 有疼痛的人请把手放在疼痛之处或软弱之处接受祷告 没有疼痛的人请把手放在胸前 为心愿平信心接受祷告 哈利路亚全能慈爱的父神 此刻求您亲自按手在所有接受祷告的圣徒们身上 超越时空做工在GCN电视观众之上 通过英特网和屏幕接受祷告的支教会支声殿 以及全世界的神儿女们之上 自与他们从心里相信的信心 驱走他们一切否定的意念和疑惑的事例 并驱走一切试探和患难 求父用圣灵的火 原本的光焚烧病 医治他们从头到脚 五脏六腑 每根骨节 全身神经 组织细胞等一切疾病 奉耶稣基督的名斥责仇敌魔鬼 撒旦以及疾病病菌软弱都退去 光啊 进入吧 求父用圣灵的火将所有绝症 完整焚烧净进 击退瘧疾 以及所有风土病 击退感冒 咳嗽 发烧 全身酸痛 流感等各种流行性疾病 任何流行性疾病 病菌不能进入求父保守 求父使胃癌 肺癌 乳腺癌 子宫癌 大肠癌 皮肤癌等 各种癌症以及艾滋病 白血病 脑溢血 高血压 低血压 心脏病 肺病 胃病 腾尿病 腹科病 皮肤病 甲状腺疾病 以及所有炎症 也得到痊愈 也求父使 小儿麻痹 中风 关节炎 腰椎肩盘突出症 也得以健全 腰痛 头痛 神经痛 在内的一切疼痛 都消失 癫痫 自闭症 抑郁症 躁郁症 精神衰弱 等一切精神疾病 也都退去 我吩咐 麻痹 瘫痪的得以释放 瘫子要起来 行走 跳跃 模糊的视力 要看得清楚 听不清的耳朵 要听得清楚 家子要看见 龙子要听见 哑巴要开口说话 使各种事故后遗症 得以洁净 骨折得到愈合 烧伤 烫伤 得以痊愈 退去 父啊 求做工 不留下一点疤痕 毒品 以及各种药物 剧毒物 中毒 也得以洁净 以死的神经细胞 复苏 死人也复生 求父给不能怀胎的 赐予怀胎的祝福 得到怀胎的祝福吧 奉耶稣基督的名 命令仇敌魔鬼撒旦 空中掌权的 众恶魔都退去 他的众使者 也退去 这世上的邪灵 污秽的灵 虚晃 鬼诈的灵 挑拨离间 迷惑的黑暗势力 都退去 松开一切凶恶的神 黑暗退去吧 光啊 进入吧 求父神赐予您 儿女们呼求 祷告的能力 离弃罪恶 成就圣洁的能力 使他们灵魂兴盛 凡事兴盛 成就家庭福音化 祝福您 儿女们 一周间 从各种事物 在央中 得蒙保守 度过亨通顺利的生活 用圣灵的火源 天兵天使 煮火焰般的眼目 看顾保守 所有神 儿女们的家庭 工作事业 将智慧和明哲 赐给学生们 赐给他们学习的热心和兴趣 保守他们的心思意念 不被世界所夺走 祝福他们成为火热爱神的学生 祝福您的儿女们 或吃或喝 无论做什么 都为荣耀您的名而行 从而度过蒙福的人生 使他们都能见证 我遇见了神 体验了神 得到了应允 得到了祝福 父神感谢您 将荣耀归给您 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 祈求 阿们 阿们